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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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专家们立刻赶赴现场 他们仔细研究了这些出土的砖块 确定这些砖块实际上是一个墓葬的墓地 也就是说这里的确埋藏着一座古代墓葬 不久 专家们完成了全面调查 并上报给主管单位 1974年5月 经有关部门批准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组成了田野工作团 准备对这座墓葬进行发掘 而这个墓葬特殊的位置 也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极大兴趣 这个墓葬位于一座山丘的南坡 是向阳的风水宝地 墓葬所在的区域位于南京的北郊 从六朝开始都是世界大族墓葬集中埋藏区 这是南京的墓葬山南路 这里树木茂密 枝叶浮书 十分符合古人所谓家成郁郁的说法 这里曾出土过老虎山东径岩氏墓 和象山东径王氏家族路 可以看出东径的士族豪强很钟情于墓葬山 所以都选择了这里作为自己的长年之地 那么眼下这座墓葬也会是东径时期的墓葬吗 在到达现场之后 考古队员们对墓葬进行了初步勘察 考古队员们发现 这个墓葬位于一个高约五米 长宽约五十米山丘的腰部 他们认为当时的工匠们先在山体中开造了一个巨大的空间 再用青砖齐炫营造墓葬 而这样的营建方法多用于高规格的墓葬中 那么这座墓葬会是另一座东径贵族墓葬吗 墓葬的主人又是谁呢 很快 考古队员们开始对墓葬展开正式发掘 一段艰苦的发掘工作后 墓葬的墓顶逐渐展露在考古队员们的面前 考古队员们发现 墓顶的砖块排列方式 为树一层 平一层 互相交叠 共交叠为三组六层砖 这样的墓顶形制又被称为三炫三浮式 三圈三浮是我们建筑学上的一个术语 它从一个侧面也能体现墓葬的等级身份 为什么呢 因为用三圈三浮的话 那么墓壁的厚度它是比较厚的 如果墓壁厚的话 也就进一步的能说明它是长度长 宽度比较宽的 那么墓葬的规模是比较大的 那么规模大的话 就能体现这个墓主的身份就高了 三炫三浮式的墓顶提示着墓主人显赫的身份 那么这位显赫的墓主人会是谁呢 此时 考古队员们却在相距墓门六十米左右的地表上 发现了一批精美的大型石刻 这批石刻一共有九件 它们体型巨大 雕刻精美 这批石刻和这个墓葬有什么联系 它们是否属于这个墓葬的一部分呢 这个神道石刻 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 这个神道石刻 这个神道石刻 保存的还是比较完整 规伏 因为这神道石刻 排列是有规律的 它正好是对应着这座墓葬 神道石刻和墓葬一起 是构成了一座灵园 它是墓葬的地上的一部分 所以说 从它们两者的关系来看 这处神道石刻 就是这座墓葬的 神道 是指灵墓前开柱的道路 厚瀚书中柱云 墓前开道 见石柱已为镖 未知神道 而神道两边两两相对的石刻 就是神道石刻 考古队员们认为 这些神道石刻 是属于这座墓葬的 它们与墓葬一起 构成了一座小型灵园 同时 考古队员们相信 通过这些石刻 可以确定推断出墓葬的年代 南京墓地区墓前发现的灵墓神道石刻 南京墓地区墓前发现的灵墓神道石刻 就集中在六朝和明代两个时期 在六朝时期 我们发现的灵墓神道石刻的配置 一般来说是一堆石碑 一堆望柱和一堆石刻 而明朝与此不同 以这个李文忠墓目前的这个石刻为例 它就有石碑 望柱 石马 石阳 石虎 然后文臣 武将等多种数量 所以它的种类和数量都远远超过六朝时期的灵墓石刻 专家们认为 六朝的神道石刻 种类和数量较少 而明代的皇室或者世家大族 对灵墓前石刻群的营造更加重视 其规模更大 石刻内容更丰富 这里是南京明孝陵 安葬着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孝陵内有一段石像路 两旁依次排列着六种石兽 这里是南京市玄武区太平门外板仓街 这里安葬着明代开国功臣之首徐达 他的目前同样有一组神道石刻 这些现存的明代神道石刻 造型丰富 雕刻独特 与安淮村的这座墓葬前的神道石刻造型十分相似 专家们判断 安淮村的神道石刻 应该也属于明代 墓葬前方的神道石刻 有石翁中 石马 石阳等 具有典型的明代风格 因此可以判断出 这是一座明代墓葬的前面的神道石刻 至此 这座墓葬的年代已完全确定 它是一座明代墓葬 在明代 神道石刻遵循着严格的等级制度 墓主人的身份决定了石刻的数量 大小及规格 那么 这位长年在子的墓主人 会是怎样的身份等级呢 这一座明代的最后的利益 所以这座中学生有的 是一座明代的 最后的一座明代的 最后的这座明代的 最后的一座明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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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比较完整 那么恩怀称的这座神道时刻 所反映出来这个时刻的特点 跟我们中山北面的 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恩怀称墨藏 前面的神道时刻也是明出的 而且墨主的身份 应该也是比较高贵的 至少是公侯一级的 这种身份 考古队员们通过分析 墨前神道时刻的特点 将墨葬的时间 进一步锁定为明朝初年 而墨主人的身份又如此显赫 专家们推测 他很有可能是一位 明朝初年开国功臣的墨葬 而这时 考古队员们想起了四年前 安怀村附近的 另一个考古发现 当时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的 考古队员们 在牧府山南路的安怀村附近 发现了明代开国功臣 汪兴祖的墨葬 而汪兴祖墨葬的市顶 为二楦二幅市 其等级明显低于 这座墨葬的三楦三幅 更显著的差异是 汪兴祖的墨前 没有神道时刻 显然 从墨葬的规格来看 这个墨葬的墨主人 身份应该高于 明朝初年的开国功臣 东圣侯汪兴祖 那么 这个墨葬的墨主人 会是谁呢 这一切 还要在接下来的考古工作中 找到答案 考古队员们继续清理着墨顶 但让他们感到痛心的是 墨顶上出现了一个倒洞 也就是说 这个墨葬曾经被盗掘过 墨葬中因为有被盗掘过 从倒洞掉下来很多这种土和积水 这个在我们发掘墨葬中间经常见的 那么通过它这个积土的厚度 一般是可以推测 这个墨葬已经被盗的时间比较久 盗洞的出现 意味着这座高规格墨葬中的随葬品 很可能不复存在 这个情况 让考古队员们的心情都非常失陆 由于墨葬遭到盗掘 导致墨葬原本的受理结构已被破坏 为了防止墨葬坍塌 考古队员们拆除了墨室的炫顶 然后才对墨葬进行发掘 考古队员们进入墨室后 发现这里已经堆满了淤土 他们随即对淤土展开了清理工作 在清理的过程中 一个让他们感到十分意外的现象出现了 我们所见的这座墨葬 分为上下两层 下层的墨室来说 又分为前后室 特别罕见 考古队发现 这座墨葬全长9.87米 宽4.3米 高4.38米 其墨室分为上下两层 上层墨葬为砖器炫顶 下层墨葬则以调食封盖 这个情况让在场的考古队员们 感到非常意外 因为一般的墨葬都是一层 但这个墨葬却用一层十条 将墨葬分成上下两个部分 很像今天的两层楼房 为什么这个墨市的结构会是这样的呢 这座墨葬在南京地区特别罕见 目前还有另外一个墨栗叫汪信祖 汪信祖墨葬也是这样的结构 它肯定来说在这种墨葬来说 设计的话它是有一定的想法的 我个人认为它应该可能来上下墨市 这种结构可能会起到一定的防盗作用 墨葬如此特殊的结构 让考古队员们感到兴奋 首先他们开始清理墨葬的上层 然而考古队员们在上层墨葬中 并未发现任何陪葬品 正当他们陷入沮丧时 一位考古队员发现了两块巨大的方形石头 这让整个考古队欣喜万分 因为根据以往经验 他们相信这两块石头 应该是墨葬主人的墨志 墨志只放在墨里的 刻有死者生平事迹的时刻 墨志分上下两层 叠放在一起 被称为一核 墨志上层被称为质盖 下层被称为质深 墨葬中墨志的出现 让在场的每一位考古队员都十分激怒 因为墨志正是揭示墨主人身份的最重要依据 为了不损坏墨志 并对墨志进行更好的研究 考古队员们并没有直接打开墨志 而是将墨志 而是将墨志小心地运回了文物保管委员会 再对墨志进行进一步的保护与研究 在运送完墨志之后 考古队员们继续清理墨志 但除了那一核墨志外 考古队员们一无所获 清理完上层墨志 他们决定 拆除所谓下层墨葬封顶的条石 这些条石共有十二块 根据条石的分布情况 考古队员们推断出了下层墨葬的布局 墨志的下层平面为长方形 用于前室封顶的石条有六块 涌道上有一块 后市长用了五块 很快 考古队员们就拆除了部分条石 进入了墨葬的下层 下层墨市长8.64米 宽2.95米 高2.12米 分为前后两室 前室长4.48米 后室长3.68米 两室之间有一条涌道 涌道的尽头 后室的门口 是一道厚重的石门 考古队员们准备先清理下层墨市的前室 他们一点一点地清理着前室的淤图 很快 墨市上部的结构就展现出来了 考古队发现墨市的上部用砖块做出了斗拱与立柱式样 这样的建筑式样被称为仿木结构 他之所以设置这样的结构 一个是为了美观 那么在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体现了古人 是死如生的这么一个观念 因为这个墨主人在阳间的住宅 大量使用木结构 他的阳间住宅就有这样的结构 有柱子 有木器的柱子 有梁房 有斗拱等等 那么他的死后 他也希望他的阴宅也具有这样的设施 考古队员们继续清理着前室的淤图 随着淤图的逐渐减少 前室作弊 右臂 前臂上的门槛也显露了出来 这些门槛规格一致 高1.32米 宽0.6米 门槛上还弃有拱形的楦顶 更让考古队员们惊喜的是 在清理到墓室的底部时 他们发现墓室墙底下部的机墙上 镶嵌着精美的长方形花砖 这是一件从墓室的机墙上出土的花砖 花砖表面雕刻着蝉枝牡丹 极其精美 而让考古队员们感到疑惑的是 下层墓室的尸体却没有任何的铺地砖 为什么如此灰红精美的墓室 会连铺地砖也没有呢 明早期的墓室当中 不设置铺地砖的情况还是很常见的 这种原因我们推测是因为 明朝人认为把棺木直接放在土上 可能更接地气 其实明代早期的贵族墓室中 常常不铺设地砖 古人认为这样可以接通地气 墓室中不铺设地砖这一现象 也让考古队再次确定 这的确是一座明代早期墓葬 而让考古队员们好奇的是 这个神秘的墓主人 会是一位明代的开国功臣吗 让考古队员们欣喜的是 随着清理工作的不断推进 他们在前世的淤土之下 发现了多件珍贵的随葬品 这是一件银鼎 虽然经过数百年的泥土掩埋 纯银的质地已经微微发黑 但仍难掩它的尊贵奢华 这是一件在墓葬前世出土的金碗 在洗去表面的淤土之后 今晚金光闪烁 熠熠生辉 因为墓葬顶部有道洞 所以考古队开始 并未想到能在墓葬中出现珍贵的文物 而这样接二连三的发现 让考古队员们感到十分意外和兴奋 很快 考古队员们又在前世 发现了两件巨大的铁锤 虽然经过六百多年的岁月 它已变得秀气斑斑 但仍能看出它非凡的工艺 这把铁锤的锤头部分 共有八片棱角锤叶 结成云纹翼状 锤下则为精美的手柄 这样的铁锤也被称为叶锤 叶锤主要的功能是击破中甲 使用叶锤的人必须恐无有力 勇猛异常 那么 这个墓葬中为什么会出现铁锤呢 这是墓主人生前的武器吗 这个墓中出土的两把锤子 造型非常精美的 现在虽然有点秀 但是可以想见当年呢 还是很威风的两把锤 我认为应该是墓主人实用的 当然这个有可能是他生前 随身携带的武器 还有可能是为了他的这个葬礼 这个朝廷专门赠送的 这个重新打造的 但是他都是实用器 两件铁锤的出土 不仅说明墓主人 是明代的开古功臣 同时 也极可能是一位 永贯三军的威猛将领 那么这名地位显赫的墓主人 究竟会是谁呢 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古发掘 墓葬的前世已被完全清理出来 考古队即将展开对后世的考古发掘 他们期待着在后世里发现一件重要的东西 棺果 考古队员们进入了后世 但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 墓葬的后世中 并没有发现墓主人的棺果 为什么墓主人的棺果会不翼而飞呢 是被盗墓者倒扰了吗 正当考古队员们陷入疑惑时 他们惊讶地发现 后世的地上随处都遍布银色的小水珠 这些银白色的水珠表面呈圆球状 不均匀地分布在墓底 考古队员们迅速做出判断 这些小水珠是一种剧毒的物质 水银 水银的出现 使得墓中的氛围多了一份诡异与杀机 为什么墓葬中会出现水银呢 历史上有许多关于墓葬中水银的记载 史记秦始皇本记中 对秦始皇陵有着这样的描述 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机箱灌输 上句天文 下句地理 难道墓底的这些水银 也代表了江河大海吗 就在考古队员们一筹墓展的时候 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 传来了对墓制的研究进展 让大家感到激动的是 墓制上的文字保存完整 墓制分为制盖和制身两个部分 制盖上用传书音刻着 故荣禄大夫 同之大都督府市 赠推中意运 宣力怀远功臣等字样 荣禄大夫 是古代对于文武重臣 所加封的一种荣誉称号 那么到了明代 授予荣禄大夫的官员 最早都是从一品 他是从一品官员的一个 相当于标配 至此 专家们判断 墓主人首先是一位从一品的高官 那么 制盖上同之大都督府市 又是什么意思呢 同之都督是一个五职官员的职位 明朝在建立过程当中 在元朝末年开始就设置了大都督府 同管全国的这个军事力量 那么大都督府的这个领导 职位最高的是大都督 然后其次设左右都督 在左右都督之下 再设同之都督 总体上来说 大都督到同之都督都是这个明朝军队的高阶层武官 同之都督 类似于相当于副司令员这样一个级别 也就是说 安怀村这座墓葬的墓主人 果然是一名武将 他不仅服务于当时最高的军事机关 而且是当时最高军事机关中的重要人物 那么这位身居高位位高权重的武将到底姓慎名神呢 智盖的最后出现了追封齐国公 是武艺康公之墓的字样 这几个字对于墓主人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这一串字并没有提到这个墓主人的全名 但是通过他的这个追封齐国公和嗜好武艺姓康这几个字 就让人立刻能够联想到一个人来 这个研究明史或者明初功臣的人 立刻就会联想到这个人就是康茂财 仅凭智盖 墓主人的身份就已基本确定 考古专家们又翻开了智深 智深的第一句就写着 工会茂财 自寿卿 姓康氏 氏为齐州人 智深上的这句话 完全锁定了墓主人 他就是明代初年的开国功臣 康茂财 据名史记载 康茂财是朱元璋手下的得力干将 追随朱元璋南征北战 一路打败陈有亮 平定张世成 作战勇猛 屡立战功 明王朝建立之后 康茂财仍然辗转各地 平定叛乱 但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墓志上的文字告诉我们 康茂财的嗜号为武艺 名史上却说 康茂财的嗜号是武康 一个武艺一个武康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从文献学的角度上看 早出的文献为事 所以说在明史改成了武康 有可能就是错误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错误 有几种可能 一个是避讳 这在历史上经常会出现的 但是目前没看到 这个武艺改成武康的避讳条件 第二个呢 就是版本传钞的错误 很可能把这个武艺康公 看错写成了这个武康 专家们认为 明史上的武康只是一个恶物 康茂财的真正嗜号 正是墓志上记载的武艺 墓志上的文字 历经数百年 仍然在讲述着过去 也终于让这座灰红物葬中 神秘墓主人的身份 水落石出 但对于康茂财墓葬的 考古发掘因素 还没有结束 为什么康茂财的墓的后世 会遍布着水银 墓葬中还有没有其他重要的文物呢 墓葬中的种种谜团 还等待着考古队员们和专家们 逐步解开